海贼王漫画现在已经画到912画了 据伟田所言海贼王的进度也已经七七八八了 但是到现在连最后的boss是谁都不知道 只是出现了好几个讨厌的角色 比如说海贼王可以不大 但是逃之助必须死之类的 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话而已 真正会成为路飞成为海贼王绊脚石的人 还是屈指可数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可能会成为路飞海贼王最后一个boss的人 路飞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黑胡子了 黑胡子如果撇开路飞的海贼王之路说的话 也算是另一条主线里面的主角了 黑胡子的实力也特别强 现在也是四皇之一 又拥有多重恶魔果实的能力 在没有恶魔果实能力之前 就可以打伤四皇之一的香克斯 并且手底下也有这么多强力的伙伴 与之溪流的 黑胡子的梦想也是当海贼王 所以路飞如果要当海贼王的话 那就一定要打败黑胡子 还有就是赤犬了 赤犬代表了海军的绝对正义 就算海军一直做错事 但是也是为了正义 为了消灭海贼 所以如果路飞要当海贼王 赤犬也不可能让路飞这么容易就当上海贼王的 赤犬也一定要打败 还有就是神秘人物一亩大人 能让五老星下跪的人肯定不简单 现在天龙人就是权力的象征 路飞想要做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那天龙人肯定不会放入路飞的 但是现在一亩大人也不知道是敌是有 所以不知道需不需要打败